木灰长,欢迎来到擂台,我是蓝虎,咱们继续来看比赛,关战方的话是一手 关战方开局,破血打掉对战方的一个开局桶,对战方也同样不怂,反手,把关战方宝宝财打略 场上第四回合,关战方的话运气略好一点 关战方把鬼眼继续补上,人物在踩塔,利地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输出来源,非常依赖破血 关战方破血直接点杀对战方的一个人 这对战方的一个小身板还是比较脆,这个没啥抗醒,而且对战方的一个速度比较慢 关战方的一个锥子先控制对战方的一个孩子,对战方没有办法加血 关战方没有去秒过去,而是选择出一手隐身,对战方反手来一手风卷残云 哦哟哟,这手风卷残云的话,毒威力同样爆炸 对战方被打出163,再出宝宝 对战方强行叙利一手命,关战方这只隐功 关战方的一个地府破血过去,伤害轻轻松松一万 这也是对战方没有办法比的 关战方再点,吸一口老血,对战方继续出,把宝宝补满 关战方再点,吸一口老血 关战方现在疯狂破血清对战方的一手宝宝 这个利地府的话特别,这个滚雪球特别厉害 只要的话,关战方有能力把对战方点杀倒的话 就完全可以一直压着对战方塔,关战方直接选择出地厅 关战方 关战方,鬼眼给到地厅 关战方 关战方 轮子甩出去 伤害的话不是特别高 现在的一个地厅的话,因为地厅本身的话是没有天赋技能 所以合出来的话并不是特别好合 而且的话这个有没有须弥还是另一回事 而且会把很重要的一部分加在敏捷上 所以的话伤害有的时候并不高